全世界重量級的財報 陸續出入出美國之外 這是最新南韓的三星 三星第一季的財報 市場用耀眼來形容 首先上一季的財報 營收年增率有12.8% 而且盡力還比市場預期還要高 記憶體的部分強調 AI伺服器雲端的服務 百花其棒 手機業務這一季的出貨量 可能不會比上一季高 可能會低一點 但是下半年恢復成長 晶圓代工這一季的營收 會有兩位數的成長 整年度看法成長相對的有限 但是如同專家所說的 最近陸續公布的財報 基本面都沒有問題 就是符波符合市場的期待 市場的期待 其實相對的比較高 這個邏輯怎麼印證在 我們第一季的財報 哪一些黑馬 哪一些符合市場預期 甚至有可能令人驚艷 弘斌請您上台來 怎麼從第一季的營收 來找財報的黑馬 好 今天是5月1號 那距離5月15 還有兩個禮拜左右的一個時間 全數公布 對 那在這個時間之前 都會全數公布 那基本上其實每次財報公布 有優於市場預期的公司 其實基本上都會收到 市場資金的一個進駐 所以如何再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找到提前可以佈局 這一季財報會亮眼的個股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重點 好 這個方法就是透過 智傑損益的這個方式 那在講這個智傑損益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 智傑損益其實有分兩種 一種是配合政府 這個公司治理3.0的這個政策 它是做自願性的一個智傑 那這些其實主要是在金融股方面 另外的話我們可以去尋找的就是 過去三個月其實有被證交所列為 警示股或者是助益股的相關標的 他們必須要先公布他們的財 有被證交所列為處置股 跟助益股的這些標的 後續就有非常大的一個機會 要去公布它的一個智傑損益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機會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表 這張表就是過去三個月 有被證交所要求公布智傑損益的 一些標的 那其實都是過去三個月的一些熱門股 那在選完這些標的之後 我們就要來檢視 用三個條件下去做一些檢視 第一我們要檢視一下 它智傑當月的一個營收 跟其餘兩個月的營收的一個計算 跟一個比較 第二我們要檢視一下 它一個年增率的變化 最好能大於30% 如果一個公司的一個年增率 有能持營收能持續性的一個向上 而且幅度有大於30% 代表這個產業前景是持續性的一個向上 那基本上買到地雷股的機率 就相對比較小一點點 好 再來第三個 我們要看一下它的一個毛利率 是否持續性的一個成長 那毛利率要上升 要嘛五萬五兩個原因 要嘛就是售價的上升 要嘛就是成本的一個降低 那無論公司是透過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使得毛利率持續性的一個成長 對公司來說當然都是妥妥的一個利多 好 那檢視完這三個條件之後 我們今天來拉回來特別講一下 第一個 因為這個要經過一些計算 那我們來舉三檔例子 來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檔我們來看一下2059的一個川火 它字節的一個1月份的一個EPS 是來到5塊錢 那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它1月的營收是6.5億 那1月的營收是2月營收的1.3倍 因為直接用1月營收去除以2月營收就可以了 那節出來的數字是1.3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用1月的一個字節5.04 去除以1.3 我們就可以抓出2月的一個預估的EPS 就是來到3塊8毛5 好 然後再來它3月營收是7.7億 那一樣我們用3月營收當分子 1月營收當分模 我們去做一個簡單的計算之後 3月營收是1月營收的1.18倍 那我們一樣5塊去乘以1.18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3月的一個預估的EPS 是來到5塊9 所以你用它的營收成長幅度等幅的 去計算它的EPS可能的數字 對 所以我們這樣算出來的時候 川湖的話1月的話 預估的一個EPS 就可以來到接近15塊左右的一個數字 好 第二檔我們可以看一下4303的一個信利 信利的話它字節的一個1月 其實是來到1塊8毛5 那它的一個1月的營收是2400萬 那它的1塊剛好1月的營收 是2月營收的3倍 那我們直接用1月的一個字節的1塊8毛5 去除以3之後 可以推估2月的一個EPS來到0.62 好 那3月的一個營收是2000萬 然後1月營收是3月營收的1.2倍 那我們一樣用1塊8毛5去除以1.2之後 就可以推估整個3個月加起來 就可以推估出那個4303的信利 Q1的一個預估的一個EPS 會來到4塊錢左右 那我這邊有特別去做一個備注 因為我們錄影時間其實是在5月1號 對 在4月30號昨天盤後的時候 它已經有公佈它的一個字節的Q1的一個EPS 來到7塊3毛5 這麼好啊 對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們在 我在做這些EPS的預算的時候 其實通常都是以營收方面去做出發 那實際上公司在從營收一直到EPS出來 中間還會經過一些營業外的費用啊 營業外的內外的一些損益啊 一直到稅前 然後這些經過 所以我們都以穩健保守原則 以營收去做為一個初估 那基本上算出來 我們待會還有兩檔 像台光電跟四星KY 他們昨天也是有公佈自解 好 第三檔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6207的一個雷克 雷克的話 他的一個字節是在2月 他的一個字節的一個EPS來到0.38元 然後他的一個2月的一個營收 是8300萬 那他1月的營收是1.17億 那我們用1.17億去除以0.38之後 他的營收1月的營收是2月的營收的1.4倍 那我們直接用0.38去乘以1.4之後 就會得到0.54 那這樣因為他2月營收跟3月營收 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就不用去另外去做計算 我們簡單的把它帶過來 預估3月的營收也是維持0.38元 三個加起來的話 他的一個Q1的EPS 那預估大概是維持在1.3左右 那當我們把這些算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跟去年同期去做一個比較 那如果說有在現在財報還沒公佈嘛 那如果說我們先去做一個比較 有大幅年增的 我們就先記起來 再來當然不是說我們算出來這些財貿黑毛股之後 我們就隨便的進去買 我們還是要考量幾個狀態 第一個我們要看他的一個股價位階 跟他的一個股價型態 他目前是屬於高檔還是低檔的一個盤整 那他整體的一個趨勢是屬於上升趨勢 還是下跌修正的一個趨勢 第二我們還是要看一下外資跟投信的一個買賣超 還有一個大股持股比例的一個變化 第三我們還是要輔佐一下技術面 他的一個技術面是符合均線的一個多頭 還是空頭排列 或者是他現在是呈現一個箱型整理 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再來他的一個KD指標 是否有符合黃金交叉 或是死亡交叉的等等因素 技術面的一個強勢 還是能吸引到看技術面的一個 技術性的一個買盤在 第四點我覺得相對最重要 你選的這支股票 他的一個產業是否為市場現在的一個熱點 他後續的營收是否能有持續力跟爆發力 好 找出了有可能的黑馬 然後選定了目前有哪幾 哪一些值得操作 接下來怎麼操作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上述所有的條件 我幫大家算了幾檔股票 那基本上今天能列在這個表上的 都一定符合營收的年增大過於30% 毛利率持續性的一個上升 那Q1的一個預估的EPS就大概在這邊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像台光電跟那個四星KY在昨天盤後 其實都有公佈字節的一個EPS 那我給他標在下面 像台光電預估的一個 實際公告的一個Q1的EPS是來到5塊7 那其實跟我們預估 其實沒有差到非常的一個元 四星KY的話是在15塊8 那跟我們預估其實也差1塊錢 而且就像你講的 這實際的數字都比我們預估的還要好 對 對 對 好 所以那其實今天最主要的這一張表 最主要就是技術面的一個切入點 然後再來產業的話 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放心 因為基本上這些產業都是接下來 AI相關的 或者是折疊手機的這些軸程 基本上都是會持續上漲的一個產業 好 那XX是怎麼一回事 XX的就是他們一個每個主要的技術面 現在成像不同的位階 所以我們必須要一檔一檔來看 好 我們第一檔先來看一下 2383的一個台光電 好 台光電 其實我給大家一個關鍵的一個價位 其實我們把它拉長一點 縮小一點 它其實現在就是在走這樣的一個 大型的一個區間 那它的關鍵的一個價位 大概在450塊 450塊這個價位 如果能有效突破的話 它這邊的一個WD的一個形成 那它就有機會再去挑戰前面這個高點 為什麼是450塊錢 來 我們這邊僅限的一個連線 這樣過來 大概是在450塊的一個區間 而且過去它這一段時間 其實都壓在450塊這個上下 只有這一段時間 但是它最後其實這個行情沒有走很久 最後有形成了一個假突破 穿湖呢 好 第二檔穿湖的話 基本上它其實昨天 其實股價算是蠻強勢的 那它其實現在有一個破底翻的一個走勢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一個位階 是相對好的一個買點 因為其實停損現在你設定 就是在這個整數關卡 大概1200塊的一個這個金額 它現在形成這個頭部之後 然後跌破之後 形成一個破底翻的走勢 支撐就設定在這邊了 其實我覺得是相對低位階的 相對安全的一個價位 OK 我們回到字卡 所以第二檔是川湖 基本面不錯 技術面現在已經來到了相對安全的 進場卡位時間 第三檔富士達 好 富士達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它的一個本益比 是相對比較高一點了 但是它的一個產業前景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還蠻好的 另外它現在的股價位 就是呈現了一個 標標準準的一個 三角收斂的一個格局 所以大家可以再等一等 看到禮拜四 它出量的一個突破的一個方向 看是往上的話還是往下 但是由於它的一個 幫我打投信的一個買賣槽 但是因為它投信的一個買賣槽 其實最近是一段時間賣 一段時間買 一段時間買 還沒有一個連續性 所以基本上這一檔股票 就算它突破三角收斂的這個格局 也不要去做貿然的追價 我們可以等它三角收斂突破之後 突破之後的一個回撤 回撤之針不破 然後看到投信的一個買超 因為其實這個這樣的一個行情 大概會走三到五天 我們可以等它投信的一個買超 有比較長時間的一個連續性 再去做進場布局 會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 這一檔有學問囉 所以有機會突破 但是等它三角形收斂 方向出來之後 突破之後的回撤 才是好的卡位時期 OK 好 這是富士達 來 最後一檔 世新股王 好 3661的世新K1 我們來看一下 K線 跟那個投信的一個買賣槽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它上次在這邊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個打短底了 剛剛朱華也有提到嘛 它有沒有機會回撤嘛 其實它已經回撤過 上次回撤其實它低點已經沒有 所以這樣已經交代完了 對 而且它今天 如果以一個小小的形態來看的話 它這邊有形成一個小小的一個WD 好 而且最近投信 其實已經站在回來做一個買超 那這種反彈的一個股票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 以這些短期均線當作支撐 先去挑戰它從月線到季線的這個位置 這個是這個 這一個反彈的行情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期待 只要投信的一個買超不間斷的話 所以這個是第一步的一個位置 那如果說它能再強勢一點 站上季線翻多的話 那整體IPC制裁的族群都會被帶上 月線到季線 月線目前是3023 季線是3541 其實空間還蠻大喔 大概有450塊錢左右 對對對 因為這個強反彈的一個行情 WD強反彈站上月線 就是可以做這一段的 太好了 謝謝洪斌請先回座了 這堂課太精采了 好 稍後這個議題來帶您整理一下 今年一到四月份 那一期的ETF表現的績效最好 結果可能會讓你大吃一斤 重點是進入五月了 好多ETF要開始大換血了 你怎麼跟著因應休息一下 既然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